你见过会走路的尸体吗 即便搅不着地 也能日行三十公里 湘西感尸 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并不陌生 电视剧中 时常会有类似的情节出现 月光下 一排排面容苍白 眼神空洞的尸体 以一种诡异又僵硬的步伐 跳跃前行 领头的法师手持铃铛 念念有词 画面简直让人不寒而栗 作为一种极为神秘的古老秘书 感尸术与落花 动女 并称为湘西三邪 多年来 人们一直都试图去探明 感尸术背后存在的真相 为了揭开感尸术背后的神秘面纱 记者专程来到了 湖南省淮化浙江县的国际和平村 因为这里 住着湘西地区的最后一位感尸将 他的名字叫做田铁武 谈起感尸文化的历史 田铁武表示 湘西感尸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 鸟族首领赤友在与皇帝的斗争中战败 手下死伤无数 他不忍心死去的士兵客死他乡 于是便请军师在现场做了一场法事 令那些死尸又重新站了起来 在赤友高举伏捷的带领下 尸体一路难归回到了故乡 自那以后 赶尸这个传统便在湘西地区流传了下来 由于湘西地形复杂 交通不便 以前从这里外出谋生的人 如果渴死他乡 再想将遗体运回 那可绝非一事 但中华民族最讲究的就是落叶回根 认为人死要葬回故里 以为在天之灵 但遗体遥遥万里 遗蜀们又缺乏财力运输 这时就只能求助于赶尸将 由他们利用秘术将尸体运送回家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 曾有两名解放军战士亲眼见识过赶尸队伍 所在队伍前面的人身着长袍 所拿铜锣和木锤 而后面跟着的几个人 则动作僵硬 体型臃肿 露出的皮肤白森森的 且毫无血色 像极了行尸走肉 等他们走近了才发现 自己所遇到的竟然就是 湘西巫尸 运送尸体的队伍 但当时由于种种原因 他们并没有从中获取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只是看了一眼 便匆匆离去了 那么如此遥远的距离 杆尸匠是如何保存这些尸体 并不让他们那么快地腐烂呢 田铁武告诉记者 其实每位杆尸匠 都掌握得有尸体防腐的秘诀 因为真正的杆尸术 通常都会遵循 一药 二杆 三尸图的原则 而这里提到的药 正是保持尸体不符的秘方 它不仅能让试者保持完好 关节不会僵硬 还能稍微地软化尸体 至于具体配方 却是祖传的秘密 不能外传 作为一名杆尸匠 田铁武本身就掌握着杆尸术的所有记忆 而他的掌握的这些记忆 大多都来自于大伯 田一林的教导 因为田铁武从小就对杆尸术 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 所以大伯也愿意 将这门手艺 毫不保留地传授给他 在大伯的精心指导下 田铁武逐渐地掌握了其中的奥秘 但是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杆尸匠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杆尸这一行业 只有过了三关 才能成为入门学徒 这三关分别是 胆子大 体能好 相貌臭 虽然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 但却有着深刻的道理 毕竟天天要跟死人在一起 胆子不大 自己就先吓死了 而且尸体不是活人不能爬坡 遇到山坡时 必须有杆尸匠 一个一个爬上去 如果体能不好 是干不了这个活的 听了田铁武的介绍 记者想请他为大家 掩饰一次真正的感识 可没想到 却遭到了本人的拒绝 但记者并没有放弃 而是找到了 当地旅游局的局长 吴建峰 在他的帮助之下 田铁武最终答应了 记者的请求 他将掩饰时间 定在了一个午夜 因为真正的感识 也是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即使遇到路人 也会因为光线昏暗 很难看清感识匠 和尸体的深面目 不会受到惊吓 在一些准备就绪后 田铁武就带着各种工具上场了 他先是把符咒 贴在了尸体脸上 而他之所以这么做的目的 其实并不像我们电视中看到的那样 为了防止尸体暴动 其真正的目的是 为了防止这些尸体 遭到蚊虫的叮咬 然后 他拿出了两根 黑漆漆的竹竿 从尸体的腋下穿过 这是用来抬尸体用的 感识将通过黑色的竹竿 抬着尸体行走 让尸体的双脚离地 这样可以减轻尸体 双脚承受的体重 这是每个感识人 都必须做的事情 一般一套正规的感识流程 需要四个人分工写作 而这四个人分别是 点灯人 引尸人 服尸人 和感识人 通常 点灯人是 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手持一盏特制的魂灯 为整个队伍指引着方向 引尸人则是 走在尸体的最前端 手中握着一根长长的竹竿 竹竿的另一端 系着尸体的手臂 这根竹竿不仅起到了 固定尸体的作用 还在黑暗中 成为了一道无形的膨胀 保护着队伍的安全 服尸人紧随其后 他们的任务是 确保尸体的完整性 防止其在行进中 滑落或受损 一支老练的感识人队伍 仅用一个晚上的时间 就能在深山中 行走三四十公里 到了凌晨的时候 大家都会悄悄进入村中 找到专用的房屋进行居住 这种房屋在当地 也被称为王者客栈 活人是不允许靠近的 总的来说 在湘西地区 感识数是一直存在的 只不过外人不懂得 其中的原理 才会觉得无比神秘 如今的天铁舞 早已不再从事 感识这样的职业 而是当起了 只将乌挪表演艺术团的团长 城市前来无事 就在村子里搞一些祭祀 或者其他的一些 绝技绝活 所以湘西最后一个感识人 他决心要将这一文化 继续传承下去 并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到 湘西感识文化的独特之处 我是拉环 关注人家伊拉冠 带你看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态